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深刻美国节目 乔·拜登总统面临一个新的挑战 他的医生可能成为决定他是否参选总统的关键人物 拜登表示,如果医生建议他不要参选,他会重新考虑 这位81岁的老人刚刚检测出COVID-19阳性 并且在过去的辩论中表现不稳 引发了对他健康和认知能力的质疑 拜登强调,年龄带来的是智慧 但他也坦言,如果出现医疗问题 他会慎重考虑是否继续竞选 这次采访揭示了拜登在健康问题上的态度 并且白宫将定期更新他的健康状况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乔·拜登的政治生涯中 有很多重要人物对其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或许最关键的一位是他的医生 这位总统此前曾反驳了有关他认知能力的批评 然而对他而言 医生的建议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他的医生建议他不要参选总统 拜登表示他会重新考虑 在这位81岁的总统面前 健康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最近,拜登在一次接受 拜体新闻埃德·戈登采访时透露 如果他存在某些医疗状况 或者如果医生告诉他存在健康问题 他会重新考虑参选总统的决定 拜登说如果我出现了一些医疗状况 如果有人如果医生来找我 告诉我你有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他强调自己并不情愿退出竞选 但如果健康问题出现 他不得不重新评估自己的选择 拜登在这次采访中强调了年龄带来的智慧 认为自己知道如何完成事情 然而他并没有详细说明 什么样的医疗状况会促使他重新考虑参选总统 值得注意的是 他此前曾拒绝接受认知测试 这可能是因为他不希望外界过于关注他的健康状况 这次采访是在白宫宣布 总统检测出COVID-19阳性的同一天播出的 这已是拜登在过去两年中的第三次感染该病毒 新闻秘书卡林让皮埃尔在一份声明中说 今天早些时候 在他在拉斯维加斯的第一次活动之后 拜登总统检测出COVID-19阳性 他已经接种了疫苗并加强了疫苗 他目前症状轻微 他将返回特拉华州 在那里他将自我隔离 并在此期间继续全面履行所有职责 白宫将定期提供总统状况的最新消息 因为他在隔离期间 继续全面履行职责 拜登的健康问题 无疑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尤其是在他和唐纳德 特朗普的辩论中表现不稳之后 这次辩论引发了对他是否适合继续担任总统的质疑声音 这些声音不断压力着他和他的团队 面对这些压力 拜登和他的内圈人士一再反驳 对他认知能力和年龄的批评 他们认为拜登的经验和智慧 使他能够有效地完成总统职责 并且他在过去的两年中 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健康问题仍然是 拜登能否继续参选总统的一个重要变数 拜登在接受采访时说 年龄唯一带来的是一点智慧 我认为我已经证明了 我知道如何完成事情 这句话显示了他对自己能力的自信 但同时也反映出他对健康问题的警惕 他知道 无论他多么有智慧和经验 健康状况都是无法忽视的 因此拜登的医生在他的政治生涯中 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这些医生不仅仅是他的健康顾问 更是他的信任对象 他们的建议可能会影响到 拜登是否继续竞选总统 这将对美国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拜登的健康问题也反映了 他作为一位高龄领导人的挑战 在他的年龄 健康状况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 这需要他和他的团队不断地进行评估和调整 拜登的医生们需要密切关注他的健康状况 并提供及时的建议 以确保他能够有效地履行总统职责 总体来说 拜登的健康问题和他的医生 在其中的角色是理解他未来政治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 无论他是否决定继续参选总统 这些医生的建议都将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拜登和他的医生之间的信任关系将是他能否继续有效领导国家的核心 这次采访和拜登的健康状况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尤其是在当前美国政治高度两极化的背景下 对于拜登来说 健康问题不仅仅是个人问题 更是政治问题 这不仅仅关系到他个人的决定 更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未来 他的健康状况将直接影响到美国的政策走向和国际形象 无论最终拜登决定如何 他的健康问题都将继续成为关注的焦点 作为一位高龄领导人 拜登需要在智慧和健康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以确保他能够继续有效的领导国家 这需要他和他的医生共同努力 确保他能够在健康状况允许的情况下 继续为美国服务 总结来说 拜登的健康问题和他的医生 在其中的角色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课题 这不仅仅关系到拜登个人的决策 更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未来 无论他最终做出何种决定 他的健康状况和医生的建议 都将在其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是一个需要全国共同关注和支持的问题 因为拜登的健康状况 直接影响到每一位美国人的未来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拜登的医生 在美国政治中扮演了一个日益重要的角色 尤其是随着拜登年龄的增长 和健康状况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拜登现年81岁 作为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大的在任总统 他的健康状况 一直是媒体和选民密切关注的话题 拜登的医生 不仅负责他的日常健康管理 还在政治决策中扮演关键角色 尤其是在涉及竞选连任 或其他重大决策时 拜登在接受拜体新闻的埃德 戈登采访时曾表示 如果他的医生建议 他不要参选总统 他会重新考虑 这一表态 强调了医疗建议 在他的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 拜登还表示 他不愿意退出竞选 但如果出现某些医疗状况 他会重新考虑 这意味着 他的医疗团队 在未来的政治动向中 拥有相当的影响力 在健康状况方面 拜登曾多次检测出 COVID-19阳性 这进一步凸显了 他年龄和健康状况的敏感性 最近一次检测阳性 是在拉斯维加斯的活动之后 这是他过去两年中 第三次感染该病毒 白宫新闻秘书卡林 让皮埃尔表示 总统已经接种了疫苗 并加强了疫苗 目前症状轻微 将在特拉华州自我隔离 并继续履行职责 拜登的认知能力 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在与唐纳德 特朗普的辩论中 表现不稳 引发了对他认知能力 和年龄的批评 尽管拜登和他的内圈人士 一再反驳这些批评 但他此前曾拒绝 接受认知测试 这使得外界对他的健康状况 有更多的揣测 总体来说 拜登的医疗团队 在美国政治中 扮演了关键角色 不仅影响总统的健康管理 还影响他的政治决策 随着2024年大选的临近 拜登的健康状况 将继续成为媒体 和选民关注的焦点 医生的建议 可能在决定 其是否参选连任中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欢迎大家进入 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拜登的医生看起来 成了政治舞台上的新权利人物 这视而真是绝世奇观啊 拜登年事已高 81岁了 还要在政治擂台上 和人家硬碰硬 确实需要医生 时常关心他的身体状况 这也反映了他对健康的重视 和对民众负责的态度 毕竟 健康是领导国家的基础 拜登这么说 也是在给国民吃科定心丸 当然 人老了 难免有些毛病 但咱们不能因为他年纪大 就一棒子打死吧 楚天书 你这是在搞笑吧 拜登要是真的这么靠医生 那干脆让他医生来当总统好了 指望一个连Covic 19 都感染了三次的81岁老人 来领导国家 这可真是个笑话 你说的健康是基础没错 但这基础也太脆弱了吧 而且 拜登还拒绝接受认知测试 看来对自己的智力也莫杀信心 难道美国真的找不到 比他更合适的候选人了吗 谢奇奇 你这个比喻真是太幽默了 但你的想想 拜登这感染Covic 19 还能继续工作 这本身也证明了他的任性和毅力 英国首相丘吉尔当年 也不是在重病中领导国家走向胜利的吗 而且 说到年纪 你难道忘了里根总统 也曾在78岁时 还在坚持工作吗 拜登的年龄并不能成为否定他的唯一理由 他的经验和智慧是美国非常需要的 尤其是在这个纷乱的时期 楚天说 你这是拿历史人物给拜登撑腰啊 丘吉尔那可是二战之神 再看看拜登 连一场辩论都搞不定 再说了 里根那悔儿还有中风 结果晚年大家都说他是傀儡 拜登的医生说 他有健康问题就要退出竞选 这话都说出口了 他自己不觉得心虚吗 而且你说他有智慧完成事情 可是现在美国的经济 疫情问题可不轻松 拿着这些问题还能自信心爆棚 这也是一种智慧啊 谢奇奇 你的吐槽真是让人笑到肚子疼啊 但这些问题不能全都算在拜登头上吧 每个领袖都有自己的挑战和局限性 拜登面对的不是单一的问题 而是一系列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困境 他的医生不过是在提醒他要注意健康而已 你这么一说 简直把医生说成了阴谋家 而且拜登的执政团队其实一直在努力解决问题 不能因为一个COVID-19就否定他所有的努力啊 楚天书 你这也太给拜登洗白了 医生提醒健康那是常事 但拜登这边医生都快成了政治顾问了 你说他面对复杂的困境 那为啥这困境反而越来越多呢 这不就是能力问题吗 还有COVID-19确实是个严重问题 但连续三次感染 这运气也太好了吧 真是让人无法信任 不光是健康 连应对疫情的能力都成问题 这样的总统 还是考虑退休吧 安心养老 别再折腾了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拜登医生的话 是否正成为美国政治的新权力中心 这听起来像是电视剧 权力的游戏中的情节 但这次是在现实生活中上演 81岁的乔 拜登总统表示 如果他的医生建议他不要参选总统 他会重新考虑 这真是一个令人惊讶的转折 尤其是在他之前 一再反驳对他认知能力的批评 甚至拒绝接受认知测试 难道医生们突然变成了新的影子总统 拜登这次采访 是在白宫宣布 他第三次感染COVID-19的同一天播出的 这位总统在过去的几年中 显示出无懈可及的意志力和硬汉精神 即使在病毒的多次袭击下 他仍然坚持履行总统职责 这样的行为无疑增添了他永不放弃的形象 但同时也让人质疑他的健康状况 是否真的能支撑他参加下一次总统大选 或许拜登的医生成了那个他自己都不能忽视的权威 年龄唯一带来的是一点智慧 拜登在采访中这么说 这话说得挺幽默 但背后却藏着深刻的问题 智慧是否能够弥补体力和健康的不足 年龄的确带来了经验和稳重 但也带来了更多的健康风险 拜登说他不情愿退出竞选 这让人不禁想起那些明知该退场却坚持留下来的老将们 既然他已经三次感染COVID-19 或许真该听听医生的意见 做出明智的选择 这次的COVID-19感染 也让白宫的节奏乱了套 拜登在拉斯维加斯的行程被迫中断 他将返回特拉华州自我隔离 虽然白宫表示他将在隔离期间全面履行职责 但这无疑给了批评者更多的弹药 他们会质疑这样一位多次感染病毒的总统 是否真的能够在全球疫情和国内问题重重的情况下 继续带领美国前行 总的来说 拜登医生的话现在可能比任何政治评论都更有分量 这是因为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 都无法否认健康问题对一个81岁老人 特别是对一个肩负国家重任的总统的重要性 拜登的这次采访 无疑揭示了他的实话实说和理性思考的另一面 但也让人不禁担心 这位老匠能否像他所说的那样 智慧地完成任务 让我们拭目以待 看医生们是否会成为这场权力的游戏中的新玩家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